我現在多少磅? 看看 這麼輕? 因為很輕 多少度是血壓高? 數值不斷上升 現在就抽血 如果今天驗血糖 說我有糖尿病 以後都不用拍自助餐了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在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今天來驗身 要驗BMI 血壓 觀心病風險 還要驗肝腎功能 看看有沒有觀心病 還要看有沒有痛風 驗身要提前八小時就不能吃東西 要胸腹驗 我現在剛剛驗完 所以非常肚餓 去找點東西吃 待會再跟大家說說我驗身驗成怎樣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在港鐵大學站B出口 過條馬路就到 私家醫院來說很少這麼近鐵路站 港鐵不順路 醫院對出就有公共運輸交匯署 巴士、小巴、的士什麼都有 這間醫院是一所非牟利 私營教學醫院 由香港中文大學全之擁有 除了一般醫療服務 也有做科研和教學工作 看一看水牌 真是各式各樣的專科都有得看 醫院大堂這一層已經有三間店 是賣食物的 我後面這裏就是一間cafe 轉個彎這一邊就有一間是賣台式飲品 還有還有一間是賣一些沒有味精的湯和飯的店 這裏就是一間餐廳 空腹了十幾個小時 肚不肚餓 其實還可以的 因為本身我們平時都是玩一天吃兩餐 很多觀眾都知道我是不吃早餐的 所以今天沒有吃早餐過來驗身 其實是沒有大問題的 現在都是點半小時 其實我平時都是剛剛起床 都是這個時間吃午餐的 所以沒問題了 現在看看吃什麼 不過這樣 其實現在點半小時 很多東西都已經受慶了 沒有選擇了 那這間餐廳 和大部分在學校或者醫院裡面的餐廳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因為它就不是一些做開餐廳 或者快餐店的一些大集團來的 他們當年中標那個 就叫做鴛鴦奶茶 其實就是在沙田石門一間茶餐廳來的 除了剛才我拍過的三間小店 加上這一間鴛鴦奶茶之外 其實這裡本來有一件事 我都很想試的 就是他們那個病人餐 因為之前過來這裡 調查的時候 他們這個醫院 有些同事跟我說 其實他們的病人餐都不錯 還給我一些照片 又有意粉又有漢堡包 賣相都挺吸引的 本來想試一試 但是因為今天的製作流程 就不太適合去做這件事 說到病人餐 如果真的Touchwood 可能想過來這裡 住一晚半晚 做一個詳細一點的身體檢查 除了可以吃這裡的病人餐 或者來餐廳買東西吃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非常好玩的方法 因為這一間醫院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沙田海穴酒店旁邊 醫院和酒店已經溝通了 在這裡住院的病人 可以透過醫院 叫到酒店那邊的外賣 你想吃中菜也可以 西餐也可以 透過醫院就可以送到病床那裡 就可以直接享用到酒店那邊做的美食 驗身就說要空覆八個小時 但是我真巧巧 昨晚就早了吃飯 我昨晚是六點幾已經吃完了晚飯 然後今早就十一點幾驗身 現在都已經兩點幾了 已經是十幾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很餓 快點吃飯先 任何公眾都有些職業病的 好像我這樣 經常都要去拍下自助餐 又去旅行吃很多好東西 那難免那個生活習慣 或者飲食習慣 就不是太健康的 以往很多觀眾都很關心我的 經常都會提一下我 Alfred 你小心點身體 注意一下有沒有三高 所以難得今天就有個機會 來到這個醫院做了一個很詳細的身體 那我現在就吃完飯了 那跟大家說回我今早來到這個醫院 到底做了什麼身體檢查 結果又是怎樣了 陳先生可以坐一下灰色椅子 和你量個血壓 好啊 我們量一下兩隻血壓 先喝這隻手 我們會夾一下血含揚量 麻煩一隻手指 按都正常的 麻煩陳先生脫鞋 然後我們這邊量高磅 如果身上有重的東西 我們都要放下 好 最重的就是肚腩放不下 好 怕電話不包鎖匙 好 然後麻煩你 站上膀面 向膀面站上去 好 然後麻煩你平凡在床上 我們做了一張心電圖 好 陳先生你好 今天做個身體檢查 那些血壓 糖尿 膽固醇 都會檢查 尤其是我看一些家族病歷 媽媽和姐姐都會有糖尿病的情況 都要檢查這件事 好 請到隔壁床躺下 和你做些基本檢查 好 現在開始了 首先看一看上面 我按一按頸 好 然後伸手出來 我會按一按肚 有沒有哪個位置特別不舒服 沒有 我按一下 驗身當日 醫生會詳細了解病人的身體情況 生活習慣 和家族病歷等等 然後會安排最適合的驗身計劃 我們抽過血 今早有兇肚 有 放茶咖啡那些都沒有喝 沒有 我以往抽血 每次的姑娘都說我是屬於很難抽的 但今天這位姑娘真的非常好手勢 整個過程真是快靚正 現在抽血 如果今天驗血糖 說我有糖尿病 就是以後都不用拍自助餐 多謝鋒胎贊助今天這條片 鋒胎推出了 鋒胎醫保靈活計劃 加中大醫院醫健組合 結合了醫保和健康 買鋒胎醫保之餘 還可以每年有免費的全面身體檢查 在醫生專業建議下 按自身情況給你選擇具針對性的檢查項目 或者健康服務 及早發現高風險的潛在疾病 超過360項指定定價收費套餐 都會獲得全數賠償 一個可負擔的價錢 就可以享受到高端私營醫療服務 性價比超高 有興趣投保的大家可以去鋒胎的網站了解一下 以及即時獲取專屬報價 剛剛見完醫生拿了報告 就是我手上這一份 雖然我現在在醫院範圍戴著口罩 但大家應該看得出我心情是非常之好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驗身報告跟我一樣 就是非常之靚仔 在說就是裡面的數字 其實這麼久以來 都很多觀眾很關心 或者很擔心我的身體健康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我經常到處拍攝 然後吃很多好東西 那會不會有些三高問題 會不會有糖尿病 血壓高等等呢? 那今天就可以跟各位觀眾說 不用擔心了 我是很健康 健康到的數字 不是偏高或者窄價 是直接全部都是靚仔 很正常的 所以接下來就可以很放心 繼續拍有碗話碗 以及繼續去旅行吃好東西 如果你們都對自己的健康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以及煲胎的服務有的興趣 就記得看看下面info box 會有相關的資料和連結 現在我就安樂了 那我就收拾這份報告 然後就可以跟Kid 今晚又出去吃好東西 那就不用太擔心太過戒口了 那當然我現在還是有點肥胖 那就吃完今晚這一餐 明天就繼續減肥了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